DNC2023 ICT MC 第四题 这个题只有32%学生答对 亦都是这一年达得最差的MCA 题目就说这里有两个8bit的数 二进制的数 是一样的 0110000 加回自己 0110000 题目就问 究竟用哪一种的表达方法 representation method 会令到这条加数 会产生overflow error 这个运法和以往一贯DNC的文法 是很不同的 因为以往都是给了 representation method 给你先 例如2s complement 或者1s complement 但今次不是 就是问你 哪一个方法会产生overflow error 无论如何 我们先看看 overflow error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问一下GPD an overflow error occurs when computations exceed the maximum storage capacity of a system 即是说 当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而运算结果 是超过那个可以表达的范围 我们就说 产生一个overflow error 日出错误 会导致这些错误的答案 结果或者crash 好 我们再看看 第一个 sign amenity 这个别的方法 就是看第一个Bit 做那个正负数的符号 0就是正数 1就代表负数 那说明是sign amenity 第一个Bit 它真是个sign 它不是暗示 是明示 直接0就等同正数 1等同负数 剩下的那部分就是menity 跟回义信制的位置 1、2、4、8、16、32、64 所以是正96 下面一样 正96 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192 这个很明显 一定是会大 那个可以表达的数字范围 为何呢 以8Bit为例 如果我们用sign amenity 这一条最大的正数 一定是0字头 因为0代表正 剩下的那些部分 我们全部给了这些1 这个就是1加2加4加8加16加3加64 这个是正127 所以这个一定是大 剩下127 所以这个一定是产生overflow error 好,接着我们先调一调 先看看Tools Complement 因为我们这个比较熟悉 基本上呢 因为我们原先的Bit pattern 是0,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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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正数来的 在Tools Complement的representation里面 这个呢 的表达方法 和sign amenity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例如第一个Bit是0 暗示 它是正数 其他呢 一样是计算它的二进制的位置 所以一样是正96 那两个正96加起来呢 一样是等于正192 而8Bit tools Complement 能够表达到最大的正数 又是多少呢 那基本上和刚才的sign amenity 是没有分别的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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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于正127 或者一个公式 我们可以计计 2的N-1次方 再减1 那N就是Bit的数目了 正128 减1 正127 所以这个Case 一样是会产生overflow error 那我们最后看了 once Complement 那基本上 once Complement 和tools Complement 是好似的 特别是如果是正数呢 基本上呢 是一模一样 第一个0 暗示是正数 那其他都是跟回 二进制的位置 将它加起它 而once Complement 它能够表达到最大的正数呢 和tools Complement 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正127 所以同样这个 都会产生overflow error 那我们后面 一会解释 究竟 tools Complement 和once Complement 究竟有什么分别 好 换句话来说 这里三个representation的方法 都会产生overflow error 所以答案 1 2 3 D4 接着 这里我们会补充解释 究竟 这三个方法 究竟有什么 微妙的分别 第一 Sign Amenitube 这里我们用了一个4bit的例子 Sign Amenitube 就有一个所谓叫msb most certificate bit 0代表正 1代表负 你看到这里 0至7 全部正数 是0至行头 例如以正7为例 第一个一定是0 因为msb要是正数 剩下的就是menitube 所以就是1 1 1 4加2加1 等于7 至于负1 因为它是负数 所以msb 第一个bit 一定是1 行头的 这个就是msb 负1 就是menitube 是1 所以就是001 所以负1 就是表达成1001 而刚才的正7 如果我想表达负7 一样 msb 是1 menitube 一定是7 4加2加1 所以111 所以这个就是负7 这个方法的好处很明显 就是说 你有个msb 0行头一定是正数 1行头一定是负数 sign是很清晰的 menitube也很清晰 就是说 因为就这样将这些 二进制的数字的位置 再加上来 就可以了 但缺点就是 0这个数字 其实有两个表达的方法 这个第一个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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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0 但其实 另外一个 这里好写 加上 1000 都是0 为什么 因为msb 1行头负数 但是menitube是0 负0 其实都是0 所以这里用sign和menitube 4 beat 这个例子 会有两个0的表达 变成了 曲子就不是unique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另外它做加减数 都是非常不方便 这里我们不再详细讲 但是重点就是 我们要记得 这个方法就是 很清晰地分开 sign和menitube 两件事 好了 跟着我们看看tools experiment 二宝马 我们同样有一个4 beat的例子 tools experiment 外贸都好像sign是什么 因为0是暗示 是正数 暗示不是exactly 是一个sign 1是暗示 是负数 我们看看这个4 beat的例子 例如0 很顺利成章 就是4个0 1就是0加1 所以就是0 0 0 1 而最推 去到这个 正7就是0 3个1 好了 但去到负数又如何 我们先看负1 负1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由1来的 1是0 0 0 1 那么你想将它变成负1 你要将0变1 1变0 就是我们叫flip 所以就变成1 1 1 0 再将结果加1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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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到这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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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果 所以在tools experiment的世界里面 负面证呢 你有flip的过程 1变0 0变1 这个step 另外还要将结果加1 对了 加1就是tools experiment的特色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例如正7 正7本来是0 1 1 1 我要找它的负数 那么就flip 0变1 1变0 1 0 0 flip了它 再加1 那就出了1 0 0 1 所以这个负7就是这个 1 0 0 1 其实你会问 为什么tools experiment 要搞这么麻烦的事情呢 其实因为它使用加数的时候 容易一些 例如1加负1 这个答案是0 正1在tools experiment里面 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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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负1就是4个1 看来是很不自然的 但是你做加数的时候 就相当自然 因为0 0 0 1 再加4个1 答案就是1 0 0 0 这个凸出来的1 一定是没有了 结果就是等于0 很自然去计算对的题加数 其实减少得一样 好 接着到1s experiment 其实和2s experiment差不多 只不过刚才1变0 0 1的step 减少了加1的步骤 这个步骤 这些都是用一个4bit的例子 好了 我们由0开始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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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代表0 这个到前 接着到1 也是0 0 0 1 顺利成章 你看到一路数上去 1 2 3 4 5 6 7 和tools experiment里面是没有分别的 是吧 0 行头暗示的正数 只剩下那些用二进制的位置 将它加起来就可以了 而它和tools experiment最明显的分别 其实是在负数那边 例如1变1 1是0 0 0 1 它一样有flip过过程 0变1 1变0 接着变1 1 1 0 但它就不像tools experiment那样 有加1的step 是没有的 这个直接就是负1 所以1和负1的分别 只是将1和0 flip了它就算了 不需要加1 如需推 就会整齐 负1至负7 这么多个数字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例如7 是0 1 1 1 负7就多少 负7就是把它flip了它就可以了 1 0 0 0 就是负7 就没有了加1的动作 所以看到负7 就是1 0 0 0 tools experiment 这个是负8 但是once experiment 这个是负7 因为它没有了加1 其实在电脑的世界里面 其实是先有once experiment 后来再改良变成tools experiment 不过考试就转问回头 事实上once experiment 计加数减数 都方便的 跟twos experiment 都类似 但是它都有一个缺点 跟sign amenity 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0 同样有两个表达的方法 就是这些code 不是unique 为什么 因为 例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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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然是0 这个暗示是正数 但其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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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0 因为1 暗示是负数 负数 负数多少 我要flip了code才知道 如果你将1 1 flip了code 就是0 原来这个是负0 负0 其实跟正0是一样的 所以 基本上产生一个 code不够独特的一个问题